纽西兰10月14号举行国会大选 没有政党获得多数优势 经过40天的协商 拿下最多席次的保守派国家党 在23号终于跟另外两党达成协议 筹组三党联合政府 有保守派国家党赶回卢克森出任总理 芬兰将从24号午夜起 关闭所有对俄罗斯边境管制战 紧开放最北端 会在集圈内的拉甲约瑟皮管制战 阻止俄罗斯继续放弃难民进入芬兰 对芬兰与欧盟造成多层面威胁 二十国集团22号举行视讯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丁透过视讯与会表示 有必要思考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这场悲剧 普丁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而乌冲突 而非克里姆林宫的用词特别军事情动 并重申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和谈 这是普丁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首次与G20领导人对话 亿万富翁马斯克遭指控在旗下公司 开发大脑植入晶片的安全性方面误导投资人 美国四位联邦众议员致涵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要求调查马斯克是否涉及证券诈欺罪 西唐人亚的电视 整理报道